11点CCTV直播南蓝决战日本 12人或巨变 陶汉林空降忽明轩补卫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那么在开始话题前 也烦恼屏幕前的球迷 能够给一个点赞和关注 下面咱们言归正传聊一聊 中国南蓝12人大名单会出现哪些变化 我们都知道中国南蓝最新一期的集训队的名单 已经出炉了对吧 其中一共有16人入选 带队的主销链人为队风 接下来中国南蓝会展开为期 20天左右时间的集训备战 来为南蓝世界杯选赛 与日本南蓝的两场较量做足准备 两支球队的比赛时间已经销定 会在北京时间11月27日到28日展开 首场对决的时间定在了27日的11点 到时候央视体育频道会进行现场直播 想要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 可以收藏记录一下 刚刚说到的具体时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本次杜丰召集的中国南蓝这16名球员 其中有三位恐怕是还没再开始真正的训练就将告别球队了 这三位球员分别是王哲林 沈子杰和孙明辉 那么告别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各自的身体的伤病的一个情况吧 首先王哲林因为自己的膝盖原因在联赛中就是缺起了很多场的比赛 那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肯定是没有办法痊愈对不对 所以基本能够确定大王将无缘代表国家队出战 沈子杰根据篮球记者透露的消息来看 他是在比赛中扭伤了自己的脊椎 必须在近期接受治疗 因此来看沈子杰也会缺席中国南蓝最终的大牛蛋 最后来说孙明辉通过记者宋祥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动态能够得知 孙明辉的脚趾存在着伤病的情况 大拇指的指甲盖几乎是要被掀起来了 打过篮球的球迷都能够预想得到这种疼痛真的是很难忍受的 而且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恢复的 那么这种伤病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吧 也会影响孙明辉在国家队中的一个表现 除去这几位受伤的球员在本次的名单中吧 还是有几位饱受质疑的 像麒麟 吴钱 甚至是徐杰 外界一直认为这三人在国际赛场上的发挥都欠缺火候 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如果说三位球员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状态低密的话 很有可能会在集训过程遭遇淘汰 毕竟最终出征日本的球员只需要12人 对不对 那么有离开的肯定会有不畏的 现在外界呼声最高的内线中风 陶汉连很可能会顶替王哲林或者是沈子杰进入到国家队 毕竟他在CBA联赛里已经是打出了一个MVP级别的水平 那么吴钱和麒麟的离开顾名轩也有一定概率 压少回归 补上这个缺失的名单 所以说中国南来最终的12人大名单 很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个最终的巨变 各位球迷朋友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 拜拜